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集中成为爱的 吃了都要爱 不疼吃别度不痛快 你说 啥呀 你干啥呢 练歌的嘛 准备代表我们公司去参加铁线好赏着嘛 什么意思 啥事 你说要是在一个男人的身上 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物品 咋解 谁呀 哎呀你先别问了个书啊 那要是凭我多年的经验的话 那他一定是接触女人了 那要是一双丝袜呢 那就说明他这个女人不是一把你接触歪 那你这双穿过的丝袜呢 那就妥了 就说明他俩已经蹦出火花来了 啥呀 我让火花蹦着了 哎呀 哎呀 大姐 你哥哪整正大大火花呢 大姐夫的衣服口袋里找着呢 我大姐 哎呀 从我大姐夫衣服口袋里 那他顶多装个小痴花 那痴花也是一然一爆啊 哎大姐你该这么想你说我大姐夫多优秀啊 长得还帅 这晚上兴许就是哪个女住户送给我大姐夫的礼物呢 哎呀我的心啊 不是大姐要不你这么想就是我大姐夫哪次出工材 她不都得把自己搭理 这很通常吗 哎呀我的心啊 不是 哎大姐你这么想就在我大姐夫心里 根本就装不进去别人 为啥 你这大体格这么跟这摆着呢 哎呀我的心啊 大姐要不你这么想 哎呀我跟你说 我不相信这是你大姐夫干的事 那你看 二明啊 在没弄清楚之前 哪里不许说 不许说啊 大姐成你说说这叫傻话呀 这点气我还不明白呀 家丑不可外扬 嗯 你让人小区打击哪 就我这嘴醉那啥了 嗯 钱志芳出事了 钱志芳看你呢 说这小区最醉的嘴你 怎么着呢 你什么小伙子上去呢 来 怎么着呢 钱志芳 哎 过来 怎么着呢 找 我问你 怎么着呢 如果在男人身上 发现了一件女人的物品 你怎么解释 从男人身上发现了女人的东西 那这东西可能是他媳妇的呗 那要是一双丝腕呢 丝腕 那可能是他给他媳妇买的呗 那要是一双穿过的丝腕呢 还是穿过的丝腕 那可能是他给他媳妇买了丝腕以后 怕不合适自己先试了是吧 钱顺芳 说得好 哎 大姐 你就应该按我那道去想你想你知道吗 这丝腕呢 它不一定是我大姐夫的 哎哎 等会儿 我大姐夫因为啥要穿丝腕啊 什么大姐夫穿丝腕啊 是大姐 在大姐夫的衣服兜里 发现了一双女人穿过的揍揍巴巴的丝腕 他从大姐夫的衣服里发现了一双女人的丝腕啊 对啊 妈呀 我以为从我衣服里发现的呢 哎呀 哎呀 这快吓死我了 行了 大姐 这个问题我得重新回答 哎呀 大姐 这个问题这不显而易见吗 从男人衣服里发现了女人的东西 这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他已经碰撞出了火花啊 哎呀 我的心呢 发现的是丝腕啊 而且发现的是丝腕 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已经熊熊燃烧了 哎呀 我的心呢 而且发现的是一双穿过的丝腕 那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已经火山爆发了 哎呀 我的心呢 哎呀 中上所述 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已经山崩地裂了 前生还能不能吓死我呀 前生还 怎么着 我不相信是你大姐夫 这要是你我真信 哎呀 去你的吧 大家伙在我们家啊 什么坏事都是我干的 什么好事都是大姐夫的 这种事你都能怀疑我 哎呀 我告诉你 我给你分析分析 你都不得不信 一般这个男人外边要是有了女人 啊 情况是这样的 哎 回家以后他不爱说话 为什么 他怕说多了露馅 第二 回到家垂头丧气 因为什么 在外边他已经身心俱疲了 第三 回到家里啊 往沙发上一摊 什么话都没有 就一个字 累啊 你不管为什么 你渴不 不喝 你饿不 不吃 我给你按一按啊 可以 来吧 你不信 准大 哎 陈世凡 你挺有经验呢 啊 我有什么经验啊 我这个人很正啊 我 你告诉我电视剧里我看多了 全是这么演的 你小孩吧 你 他跟我聊 回来了 回来了 老婆 大姐夫 你是不是带那什么 大才回来呢 哎呀 累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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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哎 喝水不 不渴 吃饭不 不渴 吃饭不 我给你按按呢 来吧 老公啊 我给你点事啊 如果 如果 别放人你们看着没 这电视剧里演的还过呢 糟糕了 去哪儿着火了 找什么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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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啊 如果在一个男人身上 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物品 你咋解释 哎呦 那俩人肯定有事了呗 哎 让我再问你 如果要是一双女人的死腕 你怎么解释 死腕 那就是两当着说了 是吧 而且是光断过这四腕啊 哎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 那你啊 就这样啊 有可能啊 他那个买四腕的时候 他怕不合适 还自己先套上试试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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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套试试来 不是 你这 这我都解释过了 柴川芳 干什么 你说你干什么了你 我怎么了 你说你怎么我出事呢你啊 啊 哎 你说你每次出了事 我就得给你担着 我要不担着你人活吗 哎 不是我跟你说 但是这几次这事吧 这玩意难度太大 我尽量给你合理吧 哎 哎 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 那个 是这样啊 这个四腕吧 这个四腕是我的 打的 哎呀大爷子 哎 站住啊 二明 二明 我这是 没事啊 没事啊 哎哎哎哎 这你别哭你哭啥呀 跟你有啥关系啊 你还没事 二明 来来来来 我就是个丝吧的事嘛 这不很简单嘛 对吧 我的对吧 ッ 啊 穿过的 穿过的咋的 不是穿过的丝袜 你大姐夫还不往东里揣呢 那咋回事啊 咋回事 咋回事呢 咋回事啊这是 哎呀小姨就咋回事 我问你一下咋回事 咋回事吧 那天 小薰来了个贼 他脑袋上套了个丝袜 他脑袋上套了个丝袜 完了我上去我一把抓住 你戴丝袜我就不知道你这个贼 把丝袜一下摔下去 丝袜我就穿兜里 这丝袜是你大姐夫的战利品 大姐啊 就这种事 他都能给编的这么合理 没错 没错 大姐夫 瞬间我就跟你合理 为什么 大姐夫你当物业都可惜了 你应该当编剧去 你编子这个事都不得不信哪 哎呦我的 你太厉害了去 哎 大姐 给他摊牌 我建议把他轰出去 不 让他净身出祸 不 钱师傅 哎呦我真的我认不清 你这做人可太不气道了 我怎么地了 你出了事了我替你担着 你怎么还不说我呢你干 我出什么事了我 哎行你要这么说的话啊 你这事我不给你担着 来来来来 丝袜你自己穿上吧 我才不穿呢 你丝袜 我没这个毛病 没这毛病 我没这毛病 你别真的我 我说你说你快点我干嘛呀 干嘛呀 干嘛呀 快站住 怎么的 给披着 这丝袜 就是在你这衣服兜里发现的 你的衣服 那衣服吗 我还以为是钱师傅的兜里打扫过来的 你少来吧你大姐夫 你还真是 我告诉你 你以后什么事都往我们家钱师傅身上推 我们家小肚豆腐 现在很正啊 而且你再看看你这衣服 这么大 这么长 他穿上当被盖啊 啊 那能是差的吗 你还真 哎呀 老公啊 我求你个事呗 你能不能编一个我能信的故事给我听啊 哎呀我弟妈呀 大姐呀 啥时候呢还挺故事 我给你买本故事会去呗 我告诉你大姐 对待这种人啊 善良那就是纵容 没错 看见了吗 啊 这个 就是一只披着羊皮 不对 披着风衣的狼啊 来 你看这事你一点 哎呀 啊 你是在哪个雨夜 跟哪个女人出去狂奔去了 啊 不是 不是 这是什么呀这是 哎呦哎呦 哎呦你给我眼不记得是不是 啊 我给你出个皮 雨夜 风衣 丝袜 狂奔 练起来 做个小品 来 哎 说啊 风衣狂奔 这小品也太难演了这个 哎 哎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说 前师傅 哎呦 上个礼拜你是不是借我这件衣服穿来的 哎呦你可胡说吧你就 我胡说 上个周一 晚上你要出去 你穿了一身好西服 正好下雨 你找不着雨衣 我回来了 你说你把她脱了 把她当雨衣穿 你给穿走了 对不对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 你想想 来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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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好像有这么回事 哎 我的心呢 哎 哎 全身份 原来你是这个披着羊皮 不对 披着这雨衣的短腿狼 哎 你看看你这身你点子啊 说 在哪个雨衣 你跟哪个女的狂奔去了 哎 哎呀 哎 干什么玩啊 跟你大姐夫这也不记得是不是 啊 怎么的 来 给我编 雨衣 丝袜狂奔 来 给我编个话剧 这编个话剧也太难了 哎 哎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说 说 哎呀 你在这抄抄啥呀 我想起来了 的确是一个雨衣 的确我借了大姐夫这件风衣 那天我是去参加我同学的婚礼去了 我带着你去的 好 哦 我也想起来了 带着我去的 没事儿了 你还有工狗的饼啊 我狗的谁去了我呀 我那天和同学喝酒喝着都断片了 你还替我挡酒来着 不能 那我怎么不记得呢 哎呀你俩都不记得 那肯定都是喝断片了呗 哎 好像那天晚上 是二驴子把你给背回来的 行了 你可别替他这个了 我都喝断片了 我还能背着他回来 那我能记住咱家哪是门吗 这有可能老驴食图嘛 行 那我再问你啊 这个 这个丝袜怎么解释 来你跟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不是不是不是 你让我再看看 你让我再看看 好好看看这双丝袜 哎呦这是怎么会 怎么会有双丝袜呢你是 啊 我知道了 来来来来几倍 干啥 你能不能把鞋脱了 这哥俩整个用不着的 穿着都说明白 脱着都说明白 来来来来 你脱了 干啥呀 不是你干啥 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黄金左脚啊 我媳妇的左脚大不直头 比右脚大不直头长那么一块啊 哎呀 她的袜子永远都是漏个头啊 哎呀 这双袜子是谁的 那我为什么要脱了它 你 你那天下雨 你背着我 鞋你都脱了 你还 你还差一双袜子呀你啊 哎 你 先生 怎么的 你解释得很合理 但是家丑不可外扬 你要干啊 你这张碎嘴吗 哎哎哎 你干什么啊 喝点水不啊 不喝啊 吃点饭不啊 不饿啊 我给你按摩按摩啊 进屋 我跟你们说 所有的男同胞一定要记住了 在外面再累 回家也不能推头丧气 一定要精神抖擞 否则容易太上身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